② 额?那边的人是…… 一萍和辛之成? 嘿嘿,难道它们两个人是好朋友吗? 总之,我们去打个招呼吧 嗨,一萍,辛之成!你们在干什么呢? 哦,是你们啊,上次的事太感谢你们了,我刚刚在铺子里订衣服,正好就遇到她了 原来你们也认识啊 是啊,当时他们帮了我和我家二少爷的大忙,我还一直没机会道谢呢 你们又是怎么认识的 也是偶然,那时小姐让他们加入了我们的护卫小队,这样就能混淆视听,安全离开离岛 我们之间很有缘分呢,没想到你们也互相认识 哦,这倒不是,我们是第一次见面 只是正好都来这里订衣服,随便闲聊两句 结果聊着聊着,就聊到了二少爷和钟千里小姐的个人关系 说这个没事吧 应该不用担心,这两位很早就知道了 想起来了,就是那两个人之前还让我们送信 不过,他们本来就已经发展得很好了吧 难道,难道关... 我们两个都在猜 他们最近就要正式宣布成婚了 哇,真好啊 嘿嘿,两个人终于要在一起了 目前还只是猜想了 没公布之前,我们也不敢直接去问 我接到命令,来这边定制参加宴会的衣服 没想到,一平和我接到的命令完全相同 两边都选在同一时间储备宴会 还购置了很多大好节日才选用的九水雨糕点 很难让人不往结婚的方向想啊 小姐最近心情很好 还有传言她正在节食减肥 只可能是为了这件事吧 那就是大喜事啊 不过... 怎么了 啊,完全不用考虑我的感受 小姐她和心上人终成眷属 我当然是由... 是吧是吧 我也是这么想的 嗯,但也不该太兴奋 如果只是我们误会了呢 毕竟现在也没有什么直接的证券 要是把派送请帖之类的工作交给我 那就一清二楚了 看起来心智诚完全不像没事的样子 啊,抱歉 最近睡得不太好 很惭愧 我也不想在工作的时候这么疲惫 这样很难说是为勘定奉行负责 你是在担心他们的婚事吗 唉,不能这么说吧 但总感觉是悬而未决的 我懂的,我懂的 悬在天上的石头落了地 我们才能踏踏实实为他们高兴,对吧 怎么办,要不然我们直接去问一下 这样是不是太直接了 不太好吧 对啊,要是灵华知道 那就肯定有这回事了 唉,这,这样不好吧 还惊动射凤行 没关系啦 她和灵华是很好的朋友 不用担心 这样啊 唉,谢谢,太感谢了 那我们一起去省礼巫夫吧 每次来都觉得,这里典雅又气派 我们就在这里等你们的消息吧 唉,就不 灵华她不会介意啦 就算我们跟进去,也不知道该干什么 还可能说错话 那也行,我们去去就回 就算不看棋盘 这一步竟然也能化解我的布局 真是厉害啊 嗯,接下来我该怎么走呢 灵华,托马,我们来啦 哦 是你们啊,好久不见 照神力小姐的话,有些不巧 她刚好不在府中 哦,这个声音 托马,莫非是那位旅行者来了 是的 你好啊,旅行者 常听灵华提醒的 今天总算是有人相见了 我乃神力家家主 现任射奉行 神力能源 二位好 家妹承蒙关照 终于有机会见面道谢 她今日有事独自外出 若是与神力家有关的事 可以和我商谈 呃,你好 严重了 此番灯门,略显堂 哈哈哈,你怎么突然用起 因为,她看上去很厉害嘛 感觉能列入我的,惹不起 你看她一站起来 屋子里的气氛就变得没法随便说 哼,这位小客人过奖了 机位不必客气 现在是私人场合 还请随心一些 太好啦,刚才累死人了 那我就直接问啦 我们听说了一些传言 好像九条莲芝要和钟千里结婚了 哦,没想到你们已经听说了 原来如此 嗯,确有其事 两大奉行的主要家族联姻 对整个道妻来说都是大新闻 而射奉行向来负责把控道妻的仪礼与文化 此事也与我们有关 嗯,从某种意义上说 奉行的面子就等于将军大人的面子 不能不重视 哦,我明白啦 有情人终成眷属多好的事啊 是啊 虽然奉行间的重大联姻很是罕见 可那两位是两情相悦 传… 那么,之后就由我去上门拜访 送去神里家的祝福好了 嗯 不必 这次我会亲自去 哎,您应该还有其他要事 九条家与中家联姻 神里家里应拿出与之相符的重视 射奉行工作繁多 婚礼之类仪式通常交由家妹负责 但她近日另有事物在身 我又刚好有时间 寄此机会见见那两位新人 倒也不错 对了 你们愿意跟我同去吗 我猜你们与那两位有不一般的缘分 才会对这件事如此伤心 既然如此 为何不一起去送上祝福呢 还是说… 没有夸张到那个地步了 要说一不一般 我的回答是很一般 我们去送信 只是答应过人家要帮忙而已 哎,等等 难道是我们进阶促成了这桩婚事 好吧 太感谢了 有你们在 会面时一定能掠取很多无意义的寒暄 身为圣凤行 你居然会害怕寒暄吗 寒暄可是麻烦事 世上肯定有人喜欢麻烦 不然 通马 我和两位客人出门一趟 家里就交给你了 好的 家主大人慢走 哎 你们终于 啊 是 是奉行大人 嗯 这两位是 是跟我们一起来的朋友了 我来介绍一下 原来这些事是真的呀 真的 也好吧 太好了 看来我们的感觉是对的 有我代为告知这一重大消息 确实有些不妥 还请两位在事情公开前严格保密 大人不必如此客气 我 我们绝对不会乱说的 嗯 那我就放心了 说起来我们想去九条家拜访 能麻烦你引路吗 好的 这是我的荣幸 那我就先告辞了 那我就先告辞了 要打起精神来呀 新之城 我知道了 谢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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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各位请慢慢聊 我先告退了 嗯 辛苦你了 一平 社方行大人突然来访 恰好碰上家中繁忙 招待不周 还请您见谅 九条大人客气了 我此番前来 为的不是公务 只是近日耳闻您与钟小姐喜事在即 如此隆重的联姻 我神里家作为两家的世交 肯定要登门道声恭喜 您严重了 还希望这件事没有让您感到唐突 嗨 我们也是来恭喜你的哦 因私家一事之后 天灵风险内部慢慢稳定了下来 作为家主代行 我至今还在努力适应 希望能妥善处理肩上担负者的压力与期望 您谦虚了 民众对您的评价甚好 说您这 不敢当 这也要归功于我身边的人对我的支持 这因形势逐渐安定 我才有机会考虑我个人的事 嘿嘿 这么快就把大使敲定了呢 别这样 说的我都有点惭愧了 啊 不好意思 那个 没关系 几位接着聊 我再停 今天谈的是喜事 轻松才好 不会有人板着脸讨论结婚的吧 也是 您说的对 说起来您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呢 会觉得太出格了吗 当然不会 两情相悦的爱情 不应该受到其他因素的阻挠 旁人或许会有各种看法 但您做出决定 应该是已经预想到 并准备好应对随之而来的问题 确实如此 那么请您自信起来 一个一直坚定的人 不因为准备妥当之事感到担意 不过 我个人还有些小小的困惑 您请说 您确实努力整顿了天灵凤行内部 这是好事 也是变化的开始 但另一方面 钟小姐的父亲钟慎戒仍在狱中 如果选在这个时候公布钟家与九条家联姻 坊间和刊定奉行内部 或许会传出不利于你们的留言 嗯 不愧是神理大人 关于这件事 我确实也苦恼了好一阵 钟慎戒先生坚决反对我和千里保持联系 以至于之前我们只能偷偷通过书信往来 眼下这个时机虽然看上去不太合适 但说不定也是成婚的唯一机会 啊 想起来了 那个老头看着笑咪咪的 却拼命给我们找麻烦 可讨厌了 您的心情我当然理解 但这么做 只是将问题推后而不是解决 您迟早还会面对的 您说的我多明白 可千里鼓起勇气向我提出成婚的事 我怎么能让他失望呢 算是吧 我收到了他的信 几经犹豫 我才以最郑重的心情找他商谈未来 说到这个呀 我上门求婚的时候 他还说他没写过这封信呢 他真是的 是吗 为了不让我发现 还装得有些困惑 真是费心了呀 那是他的表情 总之 身为男友我当然是明白的 就顺着他的话说 信是我开得完 他还抱怨我耍了小伎俩 跟着满脸通红的答应了我 那天下午我们把结婚该考虑的 所以二位达成一致后 是啊 借着这个机会 我们总算是彻底明确了彼此的决心 我觉得也是时候了 无论之后发生什么 我都一定会站在他身边 成为他愿意依靠的那个人 哦 好耀眼 哎 我从刚才就想说了 沉浸在热恋中的人都是这样吗 他一个人说个不停呢 啊 不好意思啊二位 还有神理大人 让你们见笑了 哪里哪里 您沉醉的模样 反而令我安心 能看到您有如此态度与决心 我再无忧虑了 预先在这里 祝您婚礼顺利 虽然你得意的样子有点烦人 但不管怎么说都是好事 我们也祝您一切顺利 谢谢各位 非常感谢 接下来我们还有事在审 好的 我送您到门口 他好像挺忙的呢 要结婚的人应该都很忙吧 是那种开心的吗 是啊 九条莲芝完全沉浸在幸福之中了 旅行者 你感觉如何 说是害羞 但终千里 不一定是这种类型吧 我也有点在意 可惜追根究底 往往没有结果 对啊 为什么呢 要是我们在冒险中遇到类似事情 肯定会想办法查查原因 原来冒险家的思维方式是这样 在我看来 无非两点 首先 我们掌握的信息太少 我办事又要顾及立场 这件事不好查 另外 也是更重要的一点 当事人对这件事并不在意 我们若是强行干预 到头来也许会好心办了坏事 确实 连至他完全不在意 世间万事总有关联 一个简单的结果 往往是由多种原因叠加而成 如果事事都要追求一清二楚 那烦恼无穷无尽 而且没有效率 算是吧 不这样想 射凤行的工作就永远忙不完了 一般而言我的观点是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 与其纠结成因 不如先着眼于事情本身 只要这件事的最终结果是例 没人因此受到蒙蔽或损害 那大可接受它的存在 目前来说无法定论 我们还不知道 钟千里的想法不是吗 倒是旅行者 能在短暂的会面中抓住重点 洞察力如此过人 你果然如家妹所说 细心又周全 但是千里他不是已经和连至谈清楚了吗 这只是九条连至的判断 一己之见 或许与事实有出入 我希望我们也能读懂钟千里的态度 呃好像很对 但我不是很懂 没关系 本来就要去钟家送祝福 见他一面 听听他 如果他的意志也像九条连至一样坚定 那他们才能同舟共计 否则 嗯 人生可不总是一帆风顺啊 人生可不总是一帆风顺啊 婚礼一事 应该还需要很多准备吧 是不是也该邀请一些 经常访问里党的商会主管 至少也得给他们送情帖吧 嗯 哦 哦 是您哪 是奉行大人 您倒叫光临刊定奉行府 正巧 几位刚才聊到婚事 我这次前来拜访 也是想代表神领家送上祝福 钟千里小姐现在方便会面吗 小姐的话 呃她正在屋内会客 不知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您和您的随从先请进 我们会为您安排查些 我们不是随从 哦 误会了 这两位是我的好友 啊哈哈 你也太客气了 不劳各位了 我们先到附近逛逛 道歉 希望没有耽误各位筹备大事 等钟千里小姐方便会客了 大人您太客气了 钟家的喜事 对我们这些一直辅佐钟家的家族来说 自然也是喜事 我们忙里忙外 也是希望这件事 能尽可能隆重和热闹一些 等时机差不多了 我们就会通知家中所有的人 还有普通百姓 让大家都参与进来 嗯 是个好想法 啊 我们不多叨扰了 老人慢走 说了好多 结果好像又什么都没说 所以我才不想花时间寒暄啊 我们来的时机不巧 不过没关系 刚才路上我看见了一个摊位 去那边打发时间吧 那个老板子 原来是枝树啊 啊 是你们 又见面了 你们每次都会带上了不起的 大人物呢 哦 这位摊主你们也认识吗 是的 之前在稻妻城 我们和将军大人在摊 原来这件事是你们促成的 团子牛奶的事我也有所耳闻 但竟然和你没有关系 平时经过他的摊位 平时经过他的摊位 我总会买上一杯创意饮品尝尝 为他总是很新奇 刚刚见到他居然在离岛摆摊 我就想过来坐坐 托你们的福 我的生意终于有了起色 愿意品尝我的创意料理的人越来越多 这也让我更有信心了 我会一直把创意料理这条路走下去 一方面我想让更多人尝到我的料理 另一方面我也想让顾客感受到发挥创意的乐趣 一番考虑之后我就推出了全新的银品 有意思 这次又是什么呢 我打算把选择权完全交给顾客 我会提供各种各样的材料 客人可以自由地将它们加到牛奶或茶里面 除去团子 我新增了年糕、紫薯球、黑糖、日落果肉等各种选项 这些都可以往牛奶里加吗 难以想象 但说不定也挺不错的 这里没有的东西也可以选吗 嗯,这个 应该没问题 射凤行大人如果有新奇的想法 尽管告诉我 我本来就想让客人自由发挥 那么客人自然不该受到我的限制 很好 我有几个比较感兴趣的 井瓜、海草、还有海灵芝 哈,你要把这些放进牛奶里吗 对啊,怎么了吗 能好喝吗 重要的是过程 味道是其次了 旅行者呢 呃,我没有选择全市嘛 这就是所谓的氛围压迫嘛 那就要三杯加了海灵芝的牛奶吧 好的,各位稍等片刻 我这就去准备 来吧,牛奶已经做好了 呃,好不容易咽下去了 我的脑袋一片空 嗯,我觉得还好 口感非常 感觉你的评价还不错嘛 虽然我觉得可以有功 你很在意味道 那当然,吃好吃的和好喝的都 哼,说得真不错 如果我也能这么享受一切就好了 是啊,可惜人的精力有限 不那么重要的事 对我来说都是修养心神的缓冲 自然不会太过计较 身边有妹妹带为出席各大公开场合 又有托马当家政官料理家事 但是,真是省了好多力气 帮了我大忙啊 可是,现在我们不是单纯在打发时间吗 不能说没有呢 我们换个地方稀说 离开中家之前 我注意到一件事 不是,是一个细节 因为我想知道他们对婚礼的看法 结果他们很自然地说 中家的喜事就是他们的喜事 但事实正相反吧 什么意思 终慎介先生还在牢狱之中 堪定凤行恐怕是三凤行中最不稳定的了 中家如今的支柱是中千里 而他选择外嫁 若我是辅佐中家的家族 一定会感到前途灰暗 他们却全然不提 只觉得这是单纯的喜事 明明都是聪明人 不应该想不到这次 多半是他们不想在外人面前讨论家族内务 可那一番话 太经不起推敲了 不应该把他给傭妇 答应 请自行 沈理大人 钟小姐的会面已经结束了 她正在庭院中等您 有劳你了 走吧 去 嗨 我们又见面了千里 我听说有人和沈理大人同行 没想到竟然是你们 许久不见 钟小姐近来可好 没想到会在家中见到 平日几乎碰不到面的沈理大人 托您的福 我一切都好 沈理大人公务繁忙 却还特意赶来祝贺我与莲芝的婚事 实在是太感谢了 您客气了 三凤行都在将军徽下办事 理应互相关照 我们方才拜会过九条大人 看得出 他对这场婚事非常期待 也许是被他的喜悦所感染 我也高兴起来了 忠心祝福二位 婚姻幸福美满 谢谢 敬礼其言 做出这一决定实属不易 接下来我猜这事影响不小 但不管怎么说 我们定会站在一起 共同迎接未来 千里你也不容易呢 老实说 直到现在 我都还有点忐忑 但脸智一直都在为我打气 她的承诺令我安心不少 钟小姐似乎顾虑颇多啊 是的 需要考虑的事太多了 刚刚我见的 并非是什么重要客人 而是府中的一人之一 辛之诚 不会吧 居然是他 是的 他突然冲进来 说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他的话 非常直白 就是让我 不要和脸智结婚 他平日 都是个狠知分寸的人 激动起来的样子 把我吓了一跳 但他的话语 听起来确实有理 他觉得现在 并不是结婚的好时候 如果我家去九条家 相当于顶梁柱离开 钟家就真的没有人 能站出来说话了 对我个人的影响 也很不利 你们两家 不是变成一家人了吗 不要紧的吧 就到妻的传统而言 家族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结婚后 钟小姐就成为了 九条家的人 到那时 判定凤行内部对您的态度 恐怕会产生诸多变化 虽然这么说不太好 但 我确实有些动摇 觉得自己 是不是太顺势而为 一直在被周围的人推着走 实在抱歉 竟然让客人听我的牢骚 不要紧 射凤行听听这些本事应当 既然知晓了您的顾虑 我当然也要提供一些 力所能及的帮助 比如说 我们从九条大人那里听说 因为钟小姐寄出的一封信件 她才决定要马上和您成婚 但也听说您并没有写过这封信 九条大人 觉得您是在害羞 哎呀 那不是 不是联制的穷黑小把戏吗 还故意用精心设计出来的 可爱花体字 一看 原来是可爱的花体 您的意思是 如果没有信作为契机 二位并不一定会选择 这个时间成婚 您这么说 确实是 难道那封信 不是我以为的那样 按九条大人的说法 那封信是出自您之手 怎么回事 难道 不过 您二位能互相信任 当然是好事 这么一看 信的来历也不那么重要了 毕竟 害羞的或许是九条大人 他也没有必要 向我们承认自己的求婚小把戏啊 我明白 我明白了 如您所说 信的事确实不那么重要 但立场就不一样了 本来我和莲芝觉得 只要我们能携手同行 那么其他的事都不用在意 但现在 我 我认为 有必要 婚姻是至关重要的大事 不能让自己后悔 尽力帮助大家渡过难关 也是设奉行职责所在 这些话 我都是站在您和钟家的立场说的 与亲爱的人走到一起 是一件不容玷污的喜事 您说的每一句话 我都会赶快在心 太感谢您了 顺从心意便好 既然钟小姐还需时间思考 我们就不多打扰了 我送各位 不用客气 钟小姐还请留步 旅行者 我们去个方便的地方交换你 钟千里的状态 和九条连之差别好大 令人 你没有办法给她更具体的建议吗 比如说直接告诉她怎么做 你肯定想到了吧 能说的我都已经直说了 射奉行立场如此 过分介入其他奉行的 我们的家事恐怕会引起问题 而且此事越是深入越是古怪 只是钟千里还没有看清 我们必须先一步警觉起来 古怪 哪里古怪 有人盼望钟千里尽快结婚 如果我的猜想正确 是勘定奉行内部的人 因其两人误会的信 应该也是出自他们之手 请二位想想看 连一个普通的艺人都会担心钟千里的处境 辅佐钟家的人却无动于衷 当某些人出现言行不一的情况时 要从行为判断他们的真心 相当聪明的做法 比天令奉行的英思家高明太多了 伪造的信件如果没生效 他们也不怕被追责 大可说是某个家族成员自作主张 只是想成人之美 若是像现在这样生效了 表面上只是促成一件喜事 甚至不需要某个具体的家族站出来 就已经能达成架空钟家的目的 等钟千里架到旧条家 钟家家主又深陷淋雨 勘定奉行内部不服钟家的声音就会不断 证据嘛 就是新之城 新之城 他应该回来了 是的 大人 第二次了 我忍你很久了 他们是不是把一个 勘定奉行的卫兵带走了 是的 别人名为新之城 果然 对这些人来说 钟家最虚弱的时刻是他们不容错过的机会 本来钟千里已经被九条连制说服 结婚一时应该板上钉钉呢 但和新之城会面后 钟千里变得犹豫不决 在他们眼中 无非是这名护卫坏了他们的计划 但为什么怀疑的不是我们 刚才有人全程偷听我们的谈话 我的所作所为都很克制 这样啊 幸好 幸好没说什么多余的话 那你提醒的事情 千里应该是听懂了吧 应该是 不过谋划这件事的人 不会允许计划就此停止 钟千里本人的意志在他们看来 早就无所谓了 她的立场非常被动 数人摆布被当作棋子 连婚姻都沦为了权力斗争的一部分 即便如此 她还一度认为前方等待她的是幸福 等真正加入九条家 她会彻底失去钟家千金的头衔 失去在刊定奉行之中的身份 并彻底失去了能在外独立的自我 结婚是个陷阱 恐怕不会太简单 他们藏在暗处 自如地操纵棋子 这也是 而我们在明处 如果我们想阻止这件喜事 就势必会成为坏人 遭到舆论围攻 那该怎么办 如今他们若想继续控制事态 就必须走到台前露出獠牙 在那之前先把新之城救下来 他没做错任何事 不应该承受严酷的程度 告诉我新之城的所在地 我们现在就动身 你们在干什么 放了新之城 马上停止你们的暴行 居然是射凤行大人 哼 我们只听命于老爷 也只为 是吗 那就恕我失礼了 谁在那里 儿子 哪里 哪里 这是 是 可怜 , 不 这 送到 了 等 可怜 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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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算新知诚是您的家臣 律法也没有赋予您随意处置他的权利 撕刑 这怎么能算撕刑 一个小族莫名其妙冲到小姐面前 张嘴就是一大堆自以为是有失礼的话 小姐她呀 看您的意思 是全然不知道背后的缘由了 否则又怎么会说这件事 两家联姻园是喜事 偏偏被自作聪明的小族想得那么复杂 这般无中生有 钟小姐嫁去了九条家 也依然是钟家的大小姐 是堪定奉行最为尊贵的人 我们当然会忠心耿耿地侍奉她左右 为她扫清后顾之忧 尽忠职守本就是我们的原则 那小族非但没有这般觉悟 反而挑拨小姐 姑且算她是一腔热血好了 可高贵如您 不该有跟那小子 可恶 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 您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些事 自我出任射凤行以来 每天都能遇到不少有趣的东西 外国的商贩告诉我有一种鸟舌头特别的长 能扯到嘴巴外面打上两个结 您也是有见识的人 要不要猜在这么珍奇的鸟类一般 这 这 这 当成观赏用的宠物 说来有去 这种鸟啊 既不能当成宠物 也没有任何用处 哪怕抓到了 也只能剪掉它的舌头扔出窗外 因为大家都说 舌头这么长 又爱抢瓷夺里 叫得渣渣响 实际上吧 您 设奉行大人 您来这里 就是为了对我们 勘定奉行冷嘲热讽 怎么会呢 在我心中 勘定奉行的各位 向来是刚正不阿 这样的人本不该像您这样 故弄玄虚 避重就轻 只为找一个理由 把钟小姐拉下勘定 设奉行大人 说话要讲证据 证据不就在你和我的眼前吗 比如那位有力的人正 您见他说到了重点 可是急着要消灭他呢 哎呀 堂堂松朴家也算名门大户了 没想到论起忠心 竟连一位普通艺人都比不上 读了书做了官 到头来也只是耍些 不上台面的小把戏 该说您是聪明 还是愚昧呢 您为将军办事 非但没能学到周围人 一心半点的优秀 反倒被几分利益蒙蔽了双眼 自毁虔诚 我并不生气宋浦大人 不是在 是吗 那聪明的您 又能把我怎么样呢 这充其量是 堪定奉行的家事 我们内部自 您的手伸得这么长 连别人的家事也要管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擅自揣度一番大人您的用心呢 您只是不希望堪定奉行与天灵奉行站到一起 三方关系失去平衡 再找了个光鲜的理由来拆散我们两家联姻吧 原来在您看来是这样的 不得不说 您对三方利益的关注 实在是强过我太多太多了 实话告诉您吧 这个婚 现在是结也得结 不结也 现在公告已经贴出去了 消息飞满了整座档 市民本不知道九条连制和钟谦里的恋情 现在肯定到处都在讨论 自从消息公布的那一刻起 就算这件事还没成真 他也必须 原来是这样 看来 您也知道啊 我原本觉得您再怎么说也比普通人聪明些 现在看来却是大错特错 神力凌人 你 您这步棋已经下完 应该轮到我了吧 什么意思 难道您真心认为结婚这件事 是让堪定奉行和天灵奉行站在一起吗 有没有可能被孤立的 和您聊天很长见识 我的话也说完了 就先告辞了 我完全没搞懂 他们有他们的算计 幸好我事先也有所准备 如我所言 他们果然走到了台前 先回到西城看看现状 然后我把计划详细地告诉你们 你看看定奉行钟家的大小姐 还有天灵奉行九条家的二少爷 这两个人要结婚了 没有比这更门当户对的情况了吧 我也觉得 只是这消息来得有点突然 之前一直没听说 祝福他们吧 能迈出这一步 看起来 这个婚事一定要结了 现在下定论 未免操之过急 既然对方想让两位新人骑虎难下 我们不如将计就计 不过前提是 能得到九条莲智的帮助 几位 欢迎 实际上我刚刚听说 我和千里的婚子怎么会这么突然 我 关于这个 背后比较复杂 这样啊 春世结婚对您的影响 或许不大 但我们必须考虑钟小姐的处境 我不是没有考虑过 现在这种可能性 但我们结婚是真心的 我也已经跟她说好 会竭尽全力保护她 您的心意我能理解 但恕我直言 她本 换句话说 假如连您也潜意识认为 钟小姐必须受您保护 才能度过困境 那是否意味着她 已经失去了某些东西 这 我并非苛责您 想保护重要的人是人之常情 我也知道您如此聪慧温柔 若不是关心则乱 您喜欢的钟小姐 是独立自主 温柔坚强 充满您 然而就是这样的她 从今往后为了与您的婚姻 即将变得只能依托您而活了 即使如此 我用心爱着她 愿意尽我所能给她幸福 正因如此 我不愿意见她痛苦 更不愿意看她被人利用 射凤行大人 您说得对 我之前的想法 但现在一切都晚了吧 公告都已经贴得到处都是 我有一计 不过这个计划 九条大人 如果实行这个计划 那么您和我都需要扮演坏人 承担一定风险 您意下如何 请强调您的计划吧 只要还有办法 我已经告诉堪定凤行的人 结婚一事 并不能让堪定凤行 和天灵凤行站在一起 相反 它是个令堪定凤行 遭到孤立的决策 这种说辞指向的隐情在于 他们想要利用 结婚一事架空中间 而此事成功的关键 是天灵凤行 对这场婚事 没有任何想法 但如果我们假设 演受另一事后 天灵凤行早就想对 势力薄弱的 堪定凤行下手 您接任天灵凤行之后 迟迟没有动作 不过是顾虑钟小姐的感受 对您来说 最好的办法 就是在射凤行的支持下 尽快办妥婚事赢 那样一来 身为天灵凤行掌权者的您 就再也没有后顾之忧 原来如此 的确合乎形势 也很巧妙 没错 我们的目的是改变钟小姐的立场 让她从尽快送走的累赘 如此举措 还能稳固钟小姐 在刊定凤行府中的地位 一旦那些人意识到 整件事背后的关系网 就会全力阻止这场婚姻 至于那些 他们亲手制造的麻烦 我明白了 关系我 好肉啊 你听不懂 我们需要保证背后的故事 能顺利地传入 刊定凤行那帮人耳中 跟我聊过天的那位松普大人 等他缓过神来 应该已经开始胡思乱想 提防各种危机了 那么他一定会在到期城内 布设许多眼线 我们要做的 就是让这些眼线成为假情报签字 决调大人 有些具体的工作需要您去完成 时候差不多了 我的忍者已经定位到 其中一名眼线 那个人就是松普家的眼线了 我们跟在他的身后 小心不要被发现 你看到了吗 刚刚九条连智大人 带了好多人经过这里 是不是 和之前宣布的婚事有关系啊 有可能 但如果是婚事 他的脸色不至于 那么着急和严肃吧 而且啊 他还和手下布置了好多事 是不是隆重顾头了 有好多天领凤行的人去了黎岛 应该是为了两家结婚的事 前前前后后加起来 已经有一百人了吧 这可笑不出来了 不会出什么事吧 唉 希望只是九条连智大人过于担心了 消息是散开了 但老爷的担心 说不定也成真了 单纯的迎亲 肯定用不着这么多人 不行 得去看看情况 那个人跑掉了 正如预料 我们也跟上去看看 哇 怎么有这么多天领凤行 请问各位 这条路上是发生什么了吗 我是做生意的商人 这条路被众边把守 不用担心 相信你也听说了 九条连智大人和钟千里小姐 讲九条大人的想法是 将钟小姐提前接到稻妻城来住 这 这样 我们这里的人都会为钟小姐开路 不只是我们 你往前走会遇到更多天领凤行众 我们的职责都相同 这会不会太隆重了 这样才显得九条大人很重视钟小姐 她希望从始至终 都维持最高的规格 我 我知道了 不好意思 打 糟了 糟了 和老爷的猜想完去 这些人说是在路上护卫 要是老爷不打算让钟小姐离开 这些人迟早会冲进离岛 不对 钟小姐离开 这帮人更有理由冲进来了 跟天领凤行作对 马上回去 得马上告诉老爷才行 她跑掉了 这样就差不多了 种子已经种下 如今的氛围 此起彼伏的猜忌 都会成 之后就静待她的成长与发酵吧 最令人不安的 他们真的会乖乖知错吗 好奇的话 两天之后你们去离岛 看看钟家的情况 我还有许多事物要处理 就先不为这件事费神了 何况 该部的棋子已经落下 他们 也不是第一次处理这样的事了 那么各位 再会吧 我由衷希望钟千里 能因此受益 他就这么走了 事情真的就会像他预料的那样发展吗 嗯 我也有同感 两天之后 天灵凤行的人 在离岛待了好几天了 他们是来接钟千里小姐的吧 这不该是件麻烦 我听说啊 堪定凤行的人 好像突然不希望钟千 如果是我 我也会有点犯迪宫 这么大一帮人来了离岛 谁知道他们想干什么呢 喂 你小声一点 被听到怎么办 哦 哦 不好意思 老爷他们打算扛到什么时候啊 我也不知道 这劲也不是 这几天老爷的脾气特别怪 一点小事就会发很大的火 我理解他现在很焦虑 但 他怎么办嘛 那个人 是啊 他从来不会做没有准备的事 接下来 要是钟小姐真的被接走 天灵凤行会 要不然 让老爷去和钟小姐商量一下吧 你好 你们有什么事吗 我们前两天就过来了 想要将钟小姐 解决 九条连治大人的命令非常强硬 我们也坚决执行 可每每上门 钟家总是会找新的借口 拖延着 命令还没达成 我们索性留在离岛 直到钟小姐 愿意跟我们走为止 实在抱歉 这也并非我等之愿 我们保证 不会对普通人的生活造成影响 但也希望钟家的大人们能更配合一些 如果继续僵持下去 我也不知道九条大人会不会有 遇到的各种声音都指向了钟千里 现在看定奉行里的人应该都知道他很重要了 但他本人是怎么想的呢 我们去看看吧 是旅行者 外面发生的事你们都听说了吧 别急别急 我们给你说明 事情是这样 天灵凤行的人来了之后 他们突然变得很害怕 总是在秘密商量什么 又不许我跟天灵凤行中直接 没想到是这样 原来都是神理大人的计划 这样就能解释 很抱歉 或许这件事本就没有答案 我要是没有选择 我曾自暴自弃地如此想过 可当我看到毫无预兆的公告 结婚之事已成 我并没有因此感到安心 反倒是感觉到了 心中的巨大缺憾 就像神理大人所说 前方等待我的 真是所谓的幸福吗 现在我也能简单地 接受这个想法 因为有人想利用我的婚姻 所以可这并不是 我要寻找的答案 而且 眼下这些事要怎么收场 也是个 啊 钟小姐 您在这里 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您不见了 你 你们是 那时跟 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难道 难道你们想带走钟小姐 冷静一点 他们只是我的朋友 来看望我的 朋友 钟小姐 先前我就跟您说过 信您对我们非常重要 您对整个刊定 谁知道他们 不是带着其他目的 你干脆直接说 我们是来抢人的吧 不要这么无礼 你最近真的过于紧张 看什么都觉得是危险 我 听我一言吧 事情的前因后果 我已经知道了 我觉得现在它的到来 可能是你们绝无仅有的机会 离岛的乱象 证明你们没有能力管控局势 再僵持下去 只会徒增损失 这不是命令 你们只需给我一个说法 然后为了这个说法 担负起所有责任 我知道了 容小姐 我回去和大家商量一下 很威风啊千里 说其实我特别紧张 只是想到现在形势如此 我不如试一试 姐 我们等等吧 希望他们能有一个 让我们满意的答复 我们正中商议了一番 也说实话 谁都担不起眼下的责任 人人担惊受怕 哎 实在抱歉 我太过激进 您 您能不能再给我们一个机会呢 看在小姐的份上 也请您给看 也是 能说动天灵奉行改变心意的人 我们稍后就动身前往神领巫敷 表现出最大的诚意 钟小姐 能请您跟我们一同走 是好友对吧 待会儿还请务必帮着美颜进去 射凤行大人 相信您已经知道了 眼下 离到全是 之前种种 实在是多有冒犯 虽然这么说 无比可笑 但 抱歉啊 松普大人 我公务繁忙 稍后另有安排 恐怕没时间陪您寒暄了 有事的话 请您直白一点 我知道我们的歉意不值一提 但眼下 除了道歉 我们别无大法 实在对不起 凡是堪定奉行的人 从上到下 都已明白事态的严重 钟小姐对我们来说不可或缺 我们保证会一如既往地支持她 所以 能否请射凤行大人出面 再和九条大人商议一下 您说的可真容易呢 现在撤回告示就是出尔反尔 扫三凤行的面子 无异于令将军大人蒙羞 雷霆万军的怒意 您和您的同党担得起吗 这个 我们会承担全部责任 发布新的公告 召开说明会 让百姓都知道 这些都是源于 尽量把影响降到最小 尽量 松浦大人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不过确实如您所说 眼下无论我与九条大人的心情如何 三凤行都要以放任事态扩大 离岛的形势或许会变得无法控制 钟小姐和岛上的百姓是无辜的 这件事影响颇大 若不及时遏制 也会引发流言蜚语 您养只鸟试试便知道了 舌头凌厉的鸟雀 可能婉转提名令人愉快 也可能积极扎扎扰扰人心神 更何况那些舌头过长 连宠物都当不成的东西 捡他们的舌头一瞬间就够了 是 是的 您的来意我都明白 我会找九条大人谈谈 但不能担保他会回心转意 我明白 是奉行大人肯帮忙就行 那么您也请回吧 刊定奉行手上一定还有许多烂摊子等着 好 那我就此告退 再次感谢舍奉行大人 对了 钟小姐 我还有些话想和您说 好 刚刚的审理大人却好像变了个人 我都不敢呼吸了 这样嚣张的家臣确实需要一些严厉的训解 我身为奉行 背负着将军大人的信任 自当如此 但抛弃这层身份 站在我个人的立场 神力大人请讲 你应该听说过 神力家曾有过一段特别艰难的事 为弥补神力家很久之前犯下的错误 重振家族名望 我的父亲艰苦工作 过分辛劳以至于造衰 而深爱父亲的母亲也在不久后离世 突如其来的变故 令射凤行遭到巨大冲击 内部暗流涌动 每个人都觉得神力家失了事 我和我的妹妹 不过都是爱事的累赘 如今听来或许有些荒唐 但这确实是当年射凤行遭遇的真实情况 和现在的刊定凤行有点像呢 累时的我只能接受现状 一边寻找强大的依靠 一边忍受诸多污蔑与攀布 我比我选择 我背负着父母临终的嘱托 还有我自己变成什么样都无所谓 但我有家族 无所珍视的家族 不可 所信我尽我所能坚持了下来 没让神力家究此没落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 我的迷茫与彷徨 袁玉心智诚曾对我说 他比谁都清楚我的闪耀之处 所以才无法容忍我逆来顺受 成为他人的附庸 我内心深处的不安 我原以为是对婚姻的迷茫 实际上是我还太弱小 担心自己无法掌控现在的 九条大人之所以能坦率地面对这场婚姻 是因为他已经准备好了 是啊 我现在的处境和那时的他其实是一样的 他勇敢地朝将军大人举起了武器 而我现在也应该像那时的他一样成为完整的自己 如果您真正成长起来 相信您的父亲也会放手 让您决定您自己的人生 说来残酷 但这些都是您追求的 我一定要做的 我会以这次的事为契机 接过忠家一直以来的责任 等一切稳定下来 再考虑成婚之事 那样连志承受的压力会更小 我也会拥有保护自己 支撑自己的力量 不必担心我和我的家族 成为任何人的附庸或累赘 我对二位的祝福之情从来都是发自真心 待到你们成婚那时 我会再一次送上最真诚的祝辞 感谢沈理大人 没想到您愿意对我说这么多 那我告辞了 接下来家里还有很多事需要处理 钟小姐慢走 相信现在的您回到家中 无论说什么他们都会尊重您的 这点我已经体会到了 再次感谢您 我感觉他也有那种气场 你也很厉害 大家都觉得没办法了 你还能想到这么巧妙的处理方式 棋局之中 反将一手是很常见的破局战术了 这次的对手并不难缠 有想法却没有远见 做事也不够周全 如此结果正在我意料之中 就算这样是我的话 可能一辈子都想不 不过看到钟千里打算重振钟家 总算有种彻底安心的 是啊 道七稳定对我也是一事 会自己减少麻烦 喝乱 怎么说我也是射凤行啊 也许对刚刚那位松普大人而言 全力是他必胜追求 但对我来说 道七的稳定才是最重要的 道七稳定 射凤行才会稳定 神里家或其他处在射凤行之中的家族 但人的欲望无穷无尽 这样的乱世不是第一件 也不会是最后一件 我所做的事 不过是让三方互相制约 稳定 并非只有完全禁止这一种 另一个好处是 现在谁都知道钟小姐的重要地位了 跟钟家打交道 当然比结交一个陌生的新家族方便多了 只是一场婚事 居然考虑了这么多 无谓 该不会你从一开始就想阻止这场婚事吧 我的判断是不合时宜 有关立场的是 一旦选择了放弃 未来就只能继续 我不想看见他在意识到这种困境之前 就坠入深渊之中 且看他的成长吧 好吧 就只能等等看了 非常感谢二位 再见了 下次等家没空闲 有我做动 邀请你们来做客吧 看来事情是解决了 完美无趣 一切都做得很漂亮 唯一的遗憾 可能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不喜欢吗 我记得你明明很喜欢吃各种口味新奇的 家主您啊 旅行者也喝了一杯都 他给您的印象 应该还不错吧 这次的事 旅行者也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如果不是他和他身边的那位伙伴随我同行 那两家人一定会对我更加戒备 想轻易接触到事件的核心就没那么容易了 不愧是家主大人 一直在谈论别人 却漂亮的处理好了自己的事 哼 也是没办法的事呢 哦对了 正巧有空 我们还是把几日前没结束 要不要再加一组实验呢 也不瞎 是 坚 ć 咱咱 受� divis 了解 孔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